现在让我们来介绍投影片的基本视察图 投影片的基本视察图可以分为三种 我们可以在荧幕的左下角看到这三个button 第一个button是normal view 第二个button是slide shoulder view 第三个button是slide show 首先我们一进入到powerpoint 我们是以normal view的方式来呈现这一份简报 normal view基本上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大纲模式区 第二个区域是投影片检视区 第三个区域是备忘稿区 大纲模式区里面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outline就是用文字的方式来呈现内容 第二个是slide是以投影片的方式来呈现整份简报 那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大纲模式区 第二个投影片检视区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的内容输入进去 然后如果我们要看到下一张slide的话 我们可以把mouse button移到这个button按一下 就可以去到下一张slide 按上面这个button是去到前一张slide 那你可以用卷动轴卷动 你可以去到任何一张slide 这就是投影片检视区 另外一个检视区就是备忘稿区域 备忘稿区域是可以让你输入你的注解 你的一些备忘稿输入到这个地方来 那基本上normal view就是分为这三个区域 那我们可以在状态栏里面看到我们这份简报总共有四张slide 目前我们是在第一张slide 这就是normal view的基本视察图 第二种是slide shoulder view 我们按一下slide shoulder view button 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slide shoulder view的画面 它是以所有的投影片呈现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在这个slide shoulder view里面去设定投影片的显示方式 以及投影片的显示的时间 那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移动这一张slide 就是把这张slide移到第二张slide的前面 就是按住滑鼠不放 一直把它拉到我们要的位置 我们再把它扳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是把滑鼠指标移到这个slide 按住滑鼠不放 一直把它移到我们要的位置 我们才放手 这就是slide shoulder view 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所有投影片的内容跟画面 第三种是slide show 就是当我们做完整份简报之后 我们要显示给观众看 我们就按这个slide show 它就是以全荧幕的方式显示这一份投影片 我们要往下一张显示的话 就是按一下滑鼠 就去到下一张slide 或者是你按键盘的patchdown 同样的也是可以去到下一张 按patchup去到上一张 如果你要中间退出这个简报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键盘的escape key 按一下escape key之后 我们就会退出这个slide show 回到原来的荧幕 这就是PowerPoint的基本视察图的方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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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